吴杰 那么他作为81队的第一主力 这分也相当的关键 在这个赛季当中 广东二杀队目前是没有胜技 零胜九负的战绩 这样的一个战绩也不意外 大家对这个赛季都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因为广东二杀的队员比较年轻 基本上是90后乃至95后的球员 所以这个阵容确实和很多强队相比 实力方面差距明显 现在为止没有获得胜利 也不是很意外 这个赛季主要是练兵 为以后的增长实力 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场比赛的第一局 我们看到小将的吴杰 反面的直排横打 还是有一定的基础 这名的球员是95年的4月18号出生的 左手直板胡拳杰快攻打法的球员 而郭月是88年的一位老将 现在我们说90以前的球员 基本上就算是女拼当中的老将 郭月的发球 质量不错 给自己带来反攻的机会 这球还是控制的比较好 球不出台 郭月很难上手 给吴杰自己带来进攻的机会 这个切发球也很有意思 郭月经验丰富 这个是早在08北京奥运会 就是我们团体的主力成员了 当时和王楠 张宜宁一块获得北京奥运会的团体的冠军 但是后来由于伤病的影响 最近几个赛季 在国家队层面上的发挥顶部的力度 在联赛当中 目前的战绩还不错 也体现了雄厚的一个实力 很雄厚的一个基础 看这球 还是压制左手的吴杰 反拍的位置 现在5比2 打直板的还是要上手 今天在现场 广东中山市的东凤镇的文体中心体育馆 我们还很高兴请到了我们的 常年的平凡球嘉宾杨峰 但是今天的解说顾问 杨峰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看到一上来 就有我们中国队的多年的一位老将 来面对年轻的吴杰 对这个一横一直的一个对抗 杨峰怎么看 本身从整体实力上肯定是郭岳肯定会再有一定的优势 包括最近全会刚结束完 包括郭岳在那没有问题 经过这几天的调节完以后 因为毕竟各个俱乐部对联赛的重视程度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场比赛我估计应该是从郭岳的实力看的话 应该赢下戒斩拳一个问题不大 就关键看吴杰的整个发挥能不能就是说对他一个锻炼来说 起不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这球郭岳下网了 郭岳在横板的选手当中 那么大家都比较熟悉 他也是前三板比较强 对 这个是我们速度比较快的一个球员 女子技术男性化的之前的几年当中 一个代表人物 然后你打纸板的吴杰 那肯定也是比较强调前三板上手 这个积极主动 所以这个争夺还是很有意思 包括从吴杰参加全会来说 成绩还是不错 他的女双还是进了前八名 所以对他的整个信心来说还是有帮助的 因为毕竟是年轻运动员 就要经过一步一步的锻炼 特别是这种全会大赛 这种联赛 这种锻炼 对他来说确实是很可贵 包括刚刚全会结束完确实打得不错 就是说包括我们广东女队 这次从中体来说 在全会上的表现 确实表现也相当不错 也完成了既定的一些任务 我们看这两个发球确实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国有机发球也不太理想 确实打这个全运用会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目标 你要看你的目标有没有达到和实现 而不是说一定要你去夺冠的 你还不具备这个实力 只要达到自己的相应的目标 这就是一种能力跟实力 这确实是打到关键 女子方面是排到第三位的 打了九场球 七胜两负 这个负的场子 八一队排第三位 八一队也是争夺冠军的主要的队伍之一 主要的竞争热门球队之一 所以这个八一队面对相对较弱的广东二沙队 肯定是希望拿下坟场比赛 增加更多的积分 这点毫无疑问 而且胜场要尽量的要打得更好一些 说白了 就是要获得三比零 最好三比零这样的比分来获胜 现在从实力 因为郭月毕竟不像李小霞 丁宁 刘世文 还是在一线打得比较多国际大赛 所以他其实从实力能力方面 我个人感觉略微是有一些退掉一点点 是 确实是因为从最近几年的整个国际大赛 包括公开赛等等这些比赛的成绩都可以证明到一些问题 所以说包括最近他这几年来说伤病确实是存在 对 无形当中真的会影响到他的整个 对自己的整个状态等等这些东西都会有所影响 成绩都肯定会受到影响的 对 你看他在全运会上主要是打女双的成绩不错 但是单打线上还是基本上没什么作为了 所以现在就是在联赛当中 一些地方队的比赛当中来发挥自己老队员的经验 对 因为一般在这种联赛的过程当中 这些老将真的真的取到一定很好的作用 因为毕竟他打了那么多年 包括这种联赛的模式 包括这种联赛当中的这种经验的积累 他无形当中是对这种联赛的这种效果 经验很优秀或者很丰富的这些老的运动员的话 这个队伍的成绩肯定会保持的相对来说 肯定会比较平稳 是 小将吴杰的这个版面还是很凶 包括到目前为止 吴杰的发挥算还是不错 因为你看到打球的整个风格还是比较敢去做 对 包括他的动作 他这种发强 出手动作敢去做动作 跟敢去去把这些自己的平时的这些东西敢用出来 不过毕竟他的整体实力确实是欠缺一点 基本功能力确实是存在有一定的差距 是 这个我们讲的 哎呀 好的 对 直接抢功了 我们说的实力的厚度 这个厚度确实和顶尖高手有差距 这也说明我们一个赛季锻炼下来 以锻炼新人为主的 这个赛季主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提高我们的整体实力 积累我们的经验 也毕竟吴杰 他其实跟郭越的风格有点相似 对 大家都是前三板 但是从质量跟稳定性来说 确实是郭越还是从这方面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从旋转上包括他的发球这个正手的抢功 大家虽然都都运用一些特身的抢功 但是说从整体效果跟质量来看 却越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包括拉完以后抢完以后这种连续的进攻 还是能力还是博越稍微轻易的 但是就是说在这种比赛过程当中 主要还是要靠连场的发挥 现在看起来吴杰确实是发挥的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 把自己的应有的这些水平 到目前为止还是发挥的不错 是这样的 第二局比赛打了7比7 好球 这个大家看郭越看得很清楚 他的侧身用正手 在女子选手当中比例特别高 这是相对最高的了 基本上是以正手进攻为主 因为女性当中她这种打法风格的话 应该说要具备有很强的爆发力 包括她的身体素质能力等等这些 如果一般的这种像我们在省队这种培养 或者在越于体校 就是很难找到这些很好爆发力的 这种女的运动员来进行培养 她必须要具备有这种特定的条件 你没有这种条件的话 你确实是 你找谁跟找都是以这种模式去培养的话 肯定都是失败的 要因才施教 对 这个打法还是需要相应的条件 身体特点来做一个支撑 郭越差不多和李小霞 他们两人是比较相近的一批 基本上同一批 当时我们讲郭越胸和稳的关系 可能胸比稳的比例要高了很多 而小霞当时是以稳为主 后来小霞就增加了很多 所以你看到他到这种关键球的时候 这种经验丰富的老运动员 确实你看 这种就真的很果断的去出手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释放 或者把这些能力或者给你造成一些很大的这种压力 你看他这种很果断的去出手 所以说刚刚好像吴杰那个分球 他如果这一分球 他为什么一定要强硬去撤身 因为他感觉他站在那里打相持 站在中间给人打相持 他感觉可能他自己的能力不够 所以他逼着他自己 要轻轻一些薄杀 一定要硬着投币 我输赢就是这一分了 结果这一分给人家算住 给人家防回来了 他确实自己也感觉 确实没有办法了 对 不过对于他来说 确实这个还是一种突破 这两分球非常的可惜 都是关键分 对 丢了两分球 9比11 这样郭月拿下第二局 前两局 以2比0领先 这一分球的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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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在这个赛季的单打比赛当中 郭月的胜率 是排到女子选手的第四位 8胜5负 8胜5负的战绩 综合胜率排到第四位 前面三位是14胜1负的刘诗文 第二位朱宇玲 第三位李小强 所以我们看到了 在平朝联赛当中 老将国月 还是发挥的比较的稳定 把经验完全都打出来了 为俱乐部争夺了很多的胜场 目前胜率排到第四位 8胜5负 好 好 今天挺敢打的 第二局比较的可惜 但是尽管是第二局最后两分球没拿下来 但是我想第二局应该给吴杰更大的信心 是 对于从前面两局来看 总体发挥还是确实是不错 主要是问题还是关键的重点 还是就是说 在自己进攻完以后 这种连续的进攻 或者这种连续的相持 确实是在这方面还是稍微欠缺点 就毕竟你看 从整个前面两局看 基本上过了三板以后 整个相持过了第三板 三板球以后 吴杰就数在一个 后面就自己自动的失误 后面自己就自杀 是 就基本上就处于这种状态 所以他就是毕竟要提高的这一方面 基本上自己就是 给你有机会上手 都有机会上手 基本上他自己的发球都有 能抢 第一分球都可以抢 但是抢完以后 他这种连续 连续的进攻 连续的这种 这种 就是稍微欠缺 就这一方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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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目前场上的一种局面 心态很关键 包括像吴杰这种 他第一第二局都是打到关键的时候输 什么原因输 所以差在哪 就是说会议你如果心态调整的不好 他接下来在比赛过程当中 他越打 就是说这个整个信心就会差一点 如果调的好 把重点点到重点上了 他就可能会越打越好 对 好球 这个关键球上面我们看到郭越 还是呈现一位老将打小将的一个特点 其实老将打年轻队员就是东一个西一个 确实是 反正我是能够在经验上压制你 你打得顺的时候 我有办法让你变得别扭 让你变得难受 其实我觉得第二局后半段到第三局 这个基本呈现的一个打法特点 并不是郭越固有的本身的特点 他并没有说自己去想怎么充分的发挥自己的特点 特长 打得舒服 而主要在于限制对方 让对方别扭 他关键他就是在吃经验 因为他打到最后他知道 你这个胸吻的关系 他就相对的经验会比你丰富 到那个时候他知道 就算给你健康 我挨你两把 这个时候我就吃定你 你心态 或是你的经验 或是你的能力 他就 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了 他就会判断的出来 作为一个优秀的运量 他肯定到这个时候 他肯定会 但是做不做得到 根据他自己当场的能力 他正常应该说是完全可以做得到 对 好球 其实我们还是要说到 吴杰的这块纸板 在女线上本身就是实属不易 难能可贵的一块纸板 大家也看到了 在整个中国乒乓球乒乓球乒乓上 女子选手方面 能站出来打乒乓这个层面的 比较高层面的 对 有几块纸板 秦文昌已经很难看到了 很难看到 所以吴杰 作为我们年轻的广东二沙队 这也是我们带给乒乓的一道风景线 是 我们希望他能够打出来 打出更高的水平 是 把纸板的一个特点 这种的风格打法能保持下去 是 能发言光大 他现在关键就是说 通费打比练 这后面怎么练 把他 就是说呢 呃 女队员的练很重要 就是说他打 经过打完以后呢 他这种在 哪一方面要加强的 针对性格去练很重要 啊 因为毕竟女的 他基本上 你要打上来 他这个回合啊 能力啊 都基本的 这种能力啊 特别多 啊 你如果 你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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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